王志文今天到電台接受Doo姐主持的節目 《口水多的浪花》訪問 他就說雖然經常在公司碰到Doo姐 但是兩人就沒有心裡去聊天了 直到有這次訪問 志文就終於有機會跟Doo姐說是他的超級粉絲了 說到人群聚集新法例剛剛開始 他就說 立刻會想一想 剛才我去完沙龍之後 都會在電腦裡 好像多過四個兩日 立刻打開一步 你不計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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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者說太多人就說不如先等下一個升降機 所以反而自己要分長時間去準備 不過真的少了時間出去用餐 都寧願自己在家製作 這些朋友聚會是不是都取消了嗎 沒有啦 因為前陣子紅军生 早兩天 我們其實就約了他 約了河摩的肥冬 打算出來Gathering 但最後說算了 不如我們想遲些吧 即是取消了嗎 取消了 有例如我們自己的緣書法教會 班姐妹都是現在變成videocall 都不會出來 因為大家他們有些小朋友 所以這個時間就要小心一點